決議太空發展法制定通過 台灣過去累積三十年 太空科研發展能量 終於迎來國內首部太空發展法三讀通過 然而回顧當初專法催生的主因之一 就是因為去年台東南田村 突然作為火箭發射基地 不只出現部落諮商同意權問題 更意外發現到 當時並沒有太空發展專責機關跟專法 若要進一步實現MIT火箭夢 就得解決迫在眉睫的立法問題 從去年二月的南田火箭發射爭議 到九月科技部作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我們透過立法 已經明確規範管理了太空活動的原則 維護國人以及國土的保安 這部太空發展法 利用短短一年時間完成立法 最終確認科技部為本法 跟太空活動主管機關 而執行與推動單位 則以專責法人辦理 至於國家發射場域設置 若涉及原住民族權益部分 條文中也明定 必須遵照原基法辦理 尊重原住民族權益 我國由於空間發展的限制 使得許多太空發展試驗或活動 都必須選擇在人員稀少之空曠處 而這些地方許多剛好 也都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上 因此本席在固人之中特別堅持 這太空活動必須符合環保與公共安全法規 以保障自然生態與原住民族權益 在本法第十二條 我們要求發射場域 必須尊重原住民的權益 由主管機關與原住民族發展委員會 會同來遵照原住民族基本法 來審查 而這一步也讓台灣成為 國際間第32個完成太空法治工作的國家 將跟其他各國共同開發太空資源 接下來科技部將警速完成相關執法 以及行政法徵國家太空中心設置條例等後續工作 為國內太空發展奠定重要基礎 源自新聞 JCM 布萊瑞昂地法院採訪報導